你觉得老板会不会想要知道 11月到底是什么产品买不好 刚刚这边6月 他是不是会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个产品卖的特别好 所以我们以时间的观念 希望来去知道产品的表现差异 这是获利 那我们能不能换成 这边我们换成利润 首先这张表应该叫做 各年获利同期比较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类别的同期比较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点选订单里面的任何一格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我的周还是月 请把月搬来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知道的是 各类别的产品 获利然后去画出什么图 折线图 在这个地方应该知道我们要比的是 刚刚在这边各类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主要是办公用品跟技术 同期比较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一个破例的差距 可以发现主要是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在7月跌很多 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叫做产品利润同期比较 谢谢大家